里的里长 有在吗 中龙里下一个是中坡里的里长 中坡里的里长在吗 要不要发表一下 那个中国的里长也跟我们讲一下 代表中坡里里长来 这里面有中坡里的吗 有 我们所有的乡亲 大家晚安 今天 我们为了这个广司的这个平塞的 拆除问题 其实 要拆吗 全部把它拆掉 不要流浪跟流浪移动 流浪移动干什么 是不是 他又不是古迹 又你流浪做什么 养老子 没有改成官邸 改成官邸 官邸 对对对 那是不是啦 应该不是官邸 所以说我是希望 全部拆除 公民起见 全部拆除 不要保留 谢谢这样子 好 请大家支持一下 好 两位制作品解说这样子 那个 宋罗里里长不要讲 还有什么问题吗 先让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请我们那个 主办科的罗科长 先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待会我再回应 刚刚有些里长的 我待会再回应一下 各位乡亲好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现在 在目前这个工程 各位看到的 现在拆除这个工程的范围 我们现在准备要招标作业 就在北侧的现在 这个六段主宅的范围 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到说 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 设停车场 基本上我们有工程 范围跟工程骑程 和公骑的考量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绿地流色的状况 刚刚各位在场的朋友 也听到 其实正反意见都有 所以我们求取一个平衡 再加上说 考量到说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停车场的使用 影响最大 其实是刚好 零八十项这边的 注目 我想 刚才前面 里长也讲得很好 就是说 其实五百辆车 可能也不够满足 区域的停车需求 那阶段性的使用 我们基本上 我们先就尽可能 我们来提供这样的 但不是说 您的意见 我们没听到 那最后是有关于 那个文姿的保留 因为刚才 我们副总也说明过 这个是 当时这个案子 我们为了要推动 坦白说为了要推动 文姿委员会也是 辅集的一个委员会 我们不可能说 在那边承诺 然后来跟各位说说明会的时候 就跟 违背了之前的承诺 很抱歉 办局已经 公开场合已经承诺 至于说未来这一栋的保留的形式 其实 各位期待的内容方式 其实也在未来的规划中 也是一个选项 未来它的实体保留 到底是以现阶段这个规模 或是其他的方式的规模 这在后段整个广池不外园区的整体规划设计的时候 会再重新评估 就是说 如果他 以后的使用 要怎么使用在后续的 广池的这个规划设计 都会一定大量 好不好 我简单回到此 这样 因为 那个还有人要第二次发言 因为 有些议员的主任也占了很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